安波篮球快讯 我是李亚希 2020年12月4日 飞豹欲擒东北虎 周五晚上 CBA第二阶段的比赛继续进行 届时吉林东北虎将会和辽宁飞豹展开一场较量 辽宁飞豹目前状态正佳 球队正处于四连胜的火热势头当中 而且近六次对阵吉林东北虎 亦能赢足五场 此一辽宁飞豹有利在天圣祭 本赛季第一阶段 以全华班出战的吉林东北虎 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成绩 第一阶段录得九胜三负排在联赛前列 第二阶段也丝毫不意外地取得开门红 经济甚至有机会冲击常规赛冠军 主帅王涵绝对是吉林东北虎 能有如此变化的关键人物 注重团队篮球的他 将吉林东北虎调交的攻守俱佳 特别是双江组合在此期间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将雨昕军场斩下20.1分 5.5个篮板 5.2次助攻 以及2.8次偷拨 而江维泽泽更多地在外线投射 经济三分球命中率超过4成2的他 俨然成为外线不可忽视的威胁 不过全华班出战的他们实力上 相对于辽宁飞报来讲 还是有些许差距 特别是内线方面 吉林东北虎并没有一位球员能统治内线 从经常在比赛中输给对手较多篮板球 与封组次数就可限一二 更何况辽宁飞报 坐拥韩德军这样的内线汉将 可以预料吉林东北虎内线难免再次被报 辽宁飞报 经济表现十分令人满意 十二胜一副超过九成的胜率 足以证明他们的强大之处 常规赛对于这只冠军之师来讲 更多的是想要新老球员完美交替 以及更完美的执行战术配合 毕竟辽宁飞报班底实力绝对是国内一流 郭爱伦 韩德军和欧俊梅奥为核心组成的框架攻守兼具 就从国内球员来看 郭爱伦军场得分排名前三 而韩德军则在内线保驾护航 军场篮板数一样位居前三 再加上外援 欧俊梅奥能突能投 内外线均处于国内顶级 而且球队新引入两位年轻球员的朱镕镇 和张震林已经逐渐成长 特别是后者才是新秀赛季 就已经能军场拿到十分 六个篮板和一次偷拨 新老交替的辽宁飞豹依然稳步前行 并且从上个月双方交手时 可以看出 韩德军根本无人能挡 而张震林也能贡献十一个篮板 还有郭爱伦打出33分和十次助攻的全面数据 此意再次交锋 辽宁飞豹绝对值得看高一线 阵容方面 前锋李小旭和贺天局因商缺阵 感谢收听安波篮球快讯 下次再会 看球 当然是看M直播啦 喜欢这条片的话 就记得给like 和要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再share给你的朋友看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拜拜